没有不散的宴席 很快的 每一个参加宴席的人都会消散 一个熄来攘往的市场 一旦到了傍晚 就渺无人机 一个家庭团聚的时候 家庭成员或许都感到快乐 但所有的家庭成员 必定都会一个接一个的 独自不如死亡的门槛 接下来请收看 长老发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先生 天台式教仪 现在是讲这个月前四十 明式教 就是以前四十对话仪式教来说明 顿教讲完了 现在现在是讲的现在是讲的建教 建教由建出 建中 建末 现在是开始讲建出 就是建教之初 就是欧准备 就是欧准备 就是欧准时 建出的欧准有四段 就是月步、月时、月位、影证这四段 现在讲第一 现在是后一段 现在是讲第三 明所示教 说明在这个建出的当时 所示说的教法 出在路院 先为五人 说四弟 十二姻缘 四六度等教 上次就讲到 出在路院 先为五人的 讲到五人当中 先说佛 为什么先度人 不是度天而先度人 他的用意 根据大批菩萨论 有六种意义 前面说过了 现在接下去是讲 正是说明 度五比丘 最先到路院院 波罗奈国的路院院 度五比丘 为什么先度这五个人 这里有三种原因 第一 就是除了 释迦牟尼佛往心 在修行菩萨道的时候 所发的本院 所以叫做 除世尊行因 本院 除到 释迦牟尼佛 他在修菩萨道的时候 他曾发过 要先度这五个人 那么这个原因在哪里呢 金康金里面说 忍入 忍入波罗蜜 其中有说 歌力王 各切身体 结结之节 那个时候 那个忍入先人 没有我像 人像 没有众生像 没有受者像 不动传恨心 不但没有动传恨心 而且当时 他还怜悯 这个歌力王 这么凶恶 发愿了 说我将来修行 成佛了 我就得先度他 这就是释迦牟尼佛 他在行菩萨道的时候 正在修忍入 波罗蜜的时候 碰到歌力王 无缘无故的 那么就把他的身体 很严重的伤害 把他的鼻子搁下来 耳朵搁下来 把他的手 脚 都攒成一段一段 一阶一阶 结结之节 这是非常痛苦的事情 可是他在修忍度的时候 他不但能忍受这个痛苦 而且他没有动传恨心 不但没有动传恨心 而且发愿要先度他 所以有这个因缘 这个歌力王 就是吴比丘之一 就是焦尘如 当时佛发愿 在行菩萨道的时候 发愿要先度他 所以啊 现在成佛了 满当时的心愿 先度这吴比丘 尤其焦尘如 就是歌力王的前身 最先正欧罗汉国 最先成就 所以啊 他成为第一位欧罗汉 那么当时歌力王 搁切身体之后 忍若先人 没有动传恨心 那么歌力王就问他 那你说你没有动传恨心 谁相信啊 那么忍若先人就发愿了 他说如果我动了传恨心啊 我这个身体被你搁切的地方 马上就烂掉 身体就坏掉了 如果我当时没有动传恨心 不但没有动传恨心 而且发愿要先度你 有这个事实的话 有我的愿力 我的被你搁切的地方 马上恢复原状 他这个愿一发 大地震动 所有的被搁切的这个身体 手脚 马上恢复原状 都凑回原来的情况 恢复原状 这就是他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啊 修忍度 当然那个时候 他的地位修持的界位已经很高 有这个定功 有这个力量 所以能够使这个身体马上恢复 那么因此歌力王就当时啊 深深的后悔 向他忏悔 那么感谢他 不但是不动传恨心 而且要度他 因此歌力王也就发心了 所以有这个原因 先度无比丘 而且就是交成了对先的度 最先的度的原因 这是第一 另外有经里面也这样说 根据这个猛猴指观 谱形啊 就是詹仁大师解释猛猴指观的文字里面 他提到 说从前释迦牟尼佛行菩萨道的时候啊 有一生 他看见一个地方 做饥饭 没有饭吃 那所有的人民啊 快要饿死了 那么因此 这个菩萨 他就变化做一个大鱼 很大很大的大鱼 就好像现在的金鱼之类 在海边 沙滩上 让那个村子里面没有饭吃 快要饿死的人啊 都来吃他的肉 割下他的肉来煮吃 当时最先来割他的肉的 有五个人 五个做木匠的 他有这个力量 马上就先来割这个鱼啊 大鱼的肉来吃 那当时这个 寻菩萨道的 佛的前身 做大鱼的时候 他发现这五个人 最先来割下他的肉 他就发愿 这五个人我要先度他 他最先吃到我的肉 我就要最先度他 那么这五个人 就是吴比丘的前身 这又是另外一 一状势 一个原因 那么这都是 仇达释迦牟佛往昔 在寻菩萨道的时候 所发的心愿 所以要先度吴比丘 这是第一 第一种原因了 有这两种故事 第一个故事 割立网割下身体 那是专为焦成如一个人 第二个 做大鱼的时候 吃他肉的 最先吃的五个人 就是吴比丘的前身 那么由这个原因 佛最先度五比修 这是第一 第二 这五个人 他自己也曾发愿 要在释迦牟尼佛法中 最先成就 这个原因 经里面记载是说 释迦牟尼佛再往前 一尊佛就是 加设佛 现在的世界 时间的界 叫做 贤界 贤界当中 有一千尊佛出现时间 释迦牟尼佛是第四尊 释迦牟尼佛之前 第三尊佛就是 加设佛 加设 加设佛的时候 到了佛 临家灭度之前 有九个人发心 跟加设佛出家修行 那么这九个人当中 有四位成就了 赵阿罗汉国了生死了 另外五个人 没有成就 毫无所得 他心里就发愿 既然我在加设佛的法中 没有办法 断反劳了生死 那么他就在佛前发愿 我将来在释迦牟尼佛法中 我要最先断反劳了生死 最先成道 那么这五个人 在加设佛的时候 修行没有成就 而发愿要在释迦牟尼佛法中 修行 要最先成就的 就是这个吴比丘 所以这就第二 第二个原因 这个叫做 付五人本愿 先悟 佛法讲因缘 虽然佛法愿要先度这五个人 假如这五个人 他没有这个心愿 佛也没办法度他 有缘没有因 佛度众生 佛度众生只是做众生的正上缘 佛没有办法把人 硬拉到彼岸去 硬拉到基督世界去 不可能的事情 必定这个受度的众生 自己有愿 所以佛 他在往事有发愿 要度这五个人 这是祝缘 而这五个人 他自己都有这个心愿 都发过这个愿 要先在释迦牟尼法中 最先开悟 最先成就 那么这是青鹰 有五个人的青鹰 所以佛有这个祝缘 才能在最初度这五比丘 那么这是第二 第三种原因 度五比丘的第三种原因 是报答他今生 释迦牟尼佛做太子的时候出家 而这五个人发心的事后他 来帮助他 所以报今日事奉之劳 那么报答他今生 来帮助他 事后他的这个功劳 所以应当先度他 那么这是第三种原因 那么这第三种原因 是指现身 当时这一生讲的 前两种都是约过去多生的事情 如过去多生多结以来 就有这个心愿 而今生这五比丘 又是来侍候他 那么出家的时候帮助他 所以佛成就之后 就得先度他了 就是第三种原因 由这三种原因 所以释迦牟尼佛成佛之后 以声闻的根性的看法 当时释迦牟尼佛观察 他最先亲近的学习的外道 这个欧罗罗加兰 玉陀兰佛 本来想先度这两个人 可是都已经死掉了 没有办法了 那么观察到五比丘 应当先得度 所以释迦牟尼佛经过成佛之后 三七二十一日 那么就离开菩提寿 到了这个波罗奈国 陆耶院去度五比丘 那么这个最初到陆耶院度 度五比丘 那么他要去的时候 他心里就想 这五比丘先修外道 我必定要好好的感化他 可是这五比丘 最先离开的三个人 他是不耐苦行 修苦行 他吃不消才走的 后面两个人能修苦行的 看到释迦牟尼佛 离开雪山的苦行 去受牧尼牛奶之贡 又去洗澡 然后坐在菩提寿相 他因为他不能修行了 舍到了 那么因此他才跑到这个陆耶院 去自己修苦行 那么五个人在一起 源源看到释迦牟尼佛来了 那么他五个人本来对释迦牟尼佛做太子的时候那种情况 那么尤其其中两个人修苦行的 是不相信他 因为他是退道了 所以他就跟另外三个人他们约定 如果太子来了 我们不要理他 我们做主不要动 不要理他 他是退道的 修苦行吃不消 退道了 现在跑来我们这边了 我们不要理他 那么这个五个人约定了 可是很奇怪的 释迦牟尼佛走到他的面前 距离不到一一丈远的时候啊 这五个人自然而然就站起来了 本来想不理他的可是自动的站起来了 不但是站起来了 看到佛的像好庄严了 无体头地顶礼了 那么当时佛就问他 你不是心里打算不要理我吗 不站起来了 现在为什么顶礼啊 那五个人都很不好意思 我们心里想的都给他知道了 真是不好意思 那么就知道佛呀 一定是太子一定是成就了 否则他怎么知道我心里的话呢 那么然后佛就对这五个人说法 最初说的法就是四弟 就是四弟法 苦极灭到四弟 在证文里面写 先为五人说四弟 十二因缘 四六度等教 这是所说的法 这是所谓明所示教嘛 说明所示下的教法 当时对吴比丘讲的 只是四弟法 三转四弟十二行法轮 就是叫他要知苦 就是叫他要知苦 断极 所以说欧行里面 声文的欧行里面所有的教法 统统包括在里面 不是单止初转法轮 对吴比丘说的法而已 对无比就说的四地那是最先说的 那么在这四十九年当中 卫生文人说的法 当然是以四地为根本 那么也有十二因缘 也有近于六度的四项方面的教法 所以这是四地十二因缘 四六度等于其他三十七道品等等 通通包含在内 这概括欧函一代所说的 属于欧函方面的教典 通通包含在内 不是单只粗度无比就所说的法而已 而关于这个四地十二因缘六度 这些道理要等到后文才讲 后边讲法华四教的时候 讲藏教在藏教里面有详细的解释 所以现在不必提早讲 只知道这个名相 四地就是苦极灭道 这个十二因缘 无名 行 是 名色 六入 处受 爱取游生 劳死 这就是十二因缘的名目 后边有流转门 环面门的解释 六度大家都知道了 公司实践人肉 精进禅定 波瑞智慧 这就是六度 这些名下后文有详细解释 这里不必提早讲 这就是岳部的三段 第三名所示教到这里已经说完了 就是岳这个部内 就是欧含这一部的教典的内容 所说的教法总播出四地十二因缘 四六度 这些教理通通包含在里面 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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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时 看出正文 若月时 日照游谷 如果月五时 就是日光的照耀的情况来说 这个时间就是日照游谷 本来华眼经里面所所明的 这个照的时间 并没有照游谷的这个名项 但是就在这个日照的时间里面 这一段文到后边 它有几句文字 有谈到游谷 因为大家开头讲的是 比如日出先照一切诸大三王 四照一切大三 四照金刚宝山 然后普照一切大地 这一段文里面是没有游谷 没有游谷的名称 智者大师把这个一切大三跟金刚宝山合并起来 声他叫做游谷 但是他这个游谷的名称是有根据的 同这个如来出现名的后文呢 接着就有这一句的这一段话 比如日月出现时间 乃至深山游谷 无不普照 比如日日光月光出现世间的时候 他所照耀的地方 不但是大地高山都照 就是深山里面的深游的山谷 游就是深 游深的山谷的深坑里面呢 光线都能照到那个地方 那么智者大师就是根据这句话 乃至深山游谷 无不普照 所以把把这个大三跟金刚宝山的两个照 合并起来成为游谷 太阳慢慢高起来了 高起来从大三万万往下照 那么先照到这个深山游谷 山的那个深坑里面呢 先照到平地还没照到 先照到这些游谷 那么游谷游谷的地方啊 那么就是比方这个深游呢 他是直求自渡 不做渡人的因缘 那么因此之故啊 就把游谷来比作深游的根性 所以日光第二照照游谷 就是佛在清顿 所以月时来论 就是第二时 第二时是日照游谷 这是月时 第三月位 就是涅槃经的五位 卢 禄 生苏 属苏 提福的五位 那么这是五位里面的第二位 看出正文 若月味 这从卢出乐 如果月五位来论呢 这是从牛奶进一步把它煎成乐 煎成乐味 这是比方 这是比方 由牛奶进一步煎 就可以把它制成乐味 那么这个比方就比作词 从十二步经 出九步西乌多罗 用牛奶的五位来比方 它是有两种用意的 第一是比这个香生次第 香生次第 那么牛奶是从牛出来的 母牛那边出来的 那么奶进一步可以制成乐 那么乐是从奶出来的 这香生次第 那么生苏是从乐来的 属苏是从生苏来的 提福是从属苏来的 那么这是说明香生次第 现在借这个香生次第来比方啊 佛说顿教之后 看到这个声闻人没有办法接受 得不到利益 所以把这个顿教隐藏起来 为他们说见教 说声闻的欧函法 那么这就好像啊 顿教之后说见教之初 就比作好像由牛奶进一步 香生就成乐 这乐香生论 就是第二是乐 还有一个比方 是比作浓淡 这个味道啊 有浓有淡 那么牛奶的味道是比较淡 如果煎成乐呢 味就比较浓 这个并不能说是 那变成顿教比较淡啊 欧函的剑教比较浓啊 不是这个意思 不能这样解释啊 这个所谓浓淡啊 是越根基奖的 越根基奖 越欧函这个声闻的根基奖 声闻这个根基的人啊 这一类众生啊 他在顿教里面 在华言里啊 他完全没有利益 好像奶很淡 他得不到利益 所以叫做淡 到了 欧函呢 他能得利益 断烦恼了生死呢 可以成欧罗汉国 这个好像 这个味道比较浓厚了 肉味就比较浓厚了 指他能够得到利益的浓 这个浓厚啊 指欧函 声闻根性的人得利益 越根基得利益讲 不是指教 这是不是越教 相生次第啊 指教法的话语的次第 浓淡 指根基接受得利益的浓淡 在华言他没有利益 所以淡 在欧函他得利益 所以叫做浓 肉味比较浓 比方声闻人啊 在欧函部里得利益 是这个意思啊 是越根基讲 要搞清楚 不要误会 因为好像是 呃华言尽善不如 欧函了 那是错了 不是这个意思啊 不是越教在说明 而是越根基啊 这是越为浓淡讲 现在解释这个 从此从十二部经 出九部修多罗 十二部 越大胜的教典讲 九部越小胜的教典讲 前面讲顿教的时候 讲十二部经 各位可能还记得吗 呃 长行 重颂 并设计 是三个了 姑其五问而自说 五个了 呃 因缘 比喻 基本是 八个了 呃 本身 方广 未曾有 十一个了 论意共成十二名 呃 加上论意 就十二 十二部经 呃 大胜佛法里面 必定具具备这十二部 呃 所以叫做大胜佛法 现在小胜的教典里面呢 大概只有九部 在这个十二部里面 有除掉三部 除哪三部呢 第一 除方广 除方广 方广就是大胜 表示这个声文的欧函法 完全属于小胜 不是大胜 还有呢 除掉授具 欧函里面虽然也有少数的授具之法 但是不是授具成佛 啊 授具成佛的很少很少 只要只有授具弥勒成佛 其他的没有的 其他的弟子没有授具成佛的 就大胜佛法里面才有多授具成佛 所以因为太少太少了 说他没有 等于没有 所以除掉授具 第二 除掉授具 还有一个 简去无问之说 因为 这个声文人的根性差 啊 他不能问这个高僧的理论 都是经过有人请问之后 佛才对他说法 欧函经里面多数是属于这一类 啊 那么 在这个 大胜佛法里面都有这个无问之说 因为这个高僧理论啊 弟子不能问 佛自己就说了 例如阿弥陀经 啊 佛没有等待人问 直接就对摄立佛说 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陀有事见 明月极乐 祇图有佛 和阿弥陀 今现在说法 这个没有人问 无问而自说 这一类的经 声文里面 约大圣经说 没有的 啊 那么所以在十二部里面 要除掉 要除掉 方广 设计 无问之说 除掉这三部 就叫做九部 其他九部啊 声文的欧函经里面都有的 所以九部经 是专对 声文人说的 所以法法经里面说 我此九部法 为对随顺众生说 但是在其他的经论里面呢 对这个十二部经 究竟声文的教典里面有几部 也有许多说法不同的 不会完全一样 如果根据欲切式理论 根据欲切式理论 他的说法 是比较 确当 欲切式理论说 十二部里面呢 只有方广 声文没有 方广是 大圣佛法吗 只有大圣佛法 才叫方广 其他十一部 声文都有 但是多少而已 例如设计 不是完全没有 少而已 无问之说 欧函里面 也有 但是他不是问大圣法 不是说大圣法 无问之说 也是有的 因此 欲切式理论就说 声文有十一部 菩萨的大圣法 有十二部 那么这个说法呀 以教典上来分别 就是比较啊 很安全 很头大 说九部啊 那是另外一种说法 但是也可以通了 现在是约法法经说 九部指声文经 十二部指大圣经 所以这个从鲁出乐 就好像 有十二部经 转到讲九部经 这里不要误会 以为九部经是从十二部来 不是这个意思 并不是说佛呀 所说的十二部经 里面又出九部经 实际上九部也是从佛来的 如果从来源说 乐也是从牛出 离开牛出的 来也不会有乐 所以现在不要看着 有十二部出九部 不能这样看 就是这九部也是从佛出的 十二部也是从佛那边来的 虽然是乐从牛来变 但是牛奶也是从牛来的 乐也是从牛来的 直约它的来源说 不要按照这个牛 牛奶的乐 牛奶转成乐的这种的次第 不能这样看 所以如果对佛法不是很彻底研究的 那么像这类的文资 它总是没有办法通过去 有许多人不了解这个道理 它就评论天台将来这类的影证不投档了 如何如何 那么这是因为它这个比方 你要看它的来路 怎么样的比 它用意在哪里 不要太死板 如果你一定要看成 乐是从牛奶来 那么九部一定从十二部来 那就会发生这个毛病 那么这里只可以看到 九部经也是佛说的 十二部也是佛说的 这样子就对了 那么这是第二落位 这是越位判 越位判 第四 引证 下文就是引证法法经信解评的文字了 他就证文 信解评 而一方便密权二人 这二人就是生活冤决 所以用小注 大致都是经文 就是法法经信解评的经文 形色交错 无伪多则 如可一笔 取以穷值 故如处分 这一段是法法经信解评的文字 法法经信解评里面 现成有这一段文字 那么信解评里面 详细的文字是这样子写的 而是长者 家喻又因其职 而是方便 密权二人 行色交瘁 无伪多则 如可一笔 取以穷值 此有作处 被以卢之 穷值若许 将来始作 若言 愈何所作 便可已知 故如处分 我等二人 亦共如作 法法经的原文是这样子 因为它这个影真 不能写得太多 文字要简略 所以它就写得比较简略 那么现在按照这个文字 做一个简单的解释 而是方便 为了这个声文 小跟人 没有办法接受大教 所以就要建立 这个设立一个全巧方便 方 法也 变 用也 方便 就是方法 变用 有全巧的方法 来运用 使它得到利益 善用其法 透会时机 透会众生 那么这个方便也是善巧的意思 所谓善巧方便 用善用种种的方便 来引诱众生 去向佛法 所以叫做儿色方便 因为它对大教 它不能接受 那么只好方便说小圣的佛法 所谓黄叶子儿体 空圈狂小儿 小孩子还小的时候 三十岁的小孩子 他也懂得要钱 看到草票 他也要 可是他不会分别 他看到这个草票是黄的颜色 那么你拿这个黄瘦叶子 骗他 这就钱了 小孩子就不哭了 因为是真的钱 这就是黄叶子儿体 空圈狂小儿 小儿子在哭了 那么他要糖果 随便把全抓起来 来来来 我这里有糖果实际上这个圈里面是空的 没有糖果 小孩子他不懂啊 他看到你来抓过圈 因为真的有糖果 他就不哭了 在空圈狂小儿 这都是方便 这个叫做方便 那么 是方便要度这个生活人用什么方法呢 刚才不是说 前面不是说这个穷子啊 看到长者的这么高贵 他害怕了 一直要抓回来 他吃不消了 吓坏了 那么就放他 可是长者怎么舍得让他走啊 这是他的儿子啊 他必定要把他引诱回来 所以现在啊 要派人去把他引诱 把这个穷子引诱回来 所以密权二人 这个密权就是对前面的祭权讲的 前面说顿教的时候 祭权马上派过死者把他抓回来 现在不是的 密权 所谓密权 这个密 密权的密 它有好多意义 第一 第一 如果于教来说 于教理说 后边又说半字教 满字教 究竟的大圣法叫做满字教 小圣法叫做半字教 一半的 后边有文字 这里先简单说 云满是半 隐藏顿教的满字教 不说 只跟他说建教的半字教 越教说 因此叫做密 单位他说半字教的建教 叫做全 之前他去 接受这个声闻的教法 隐藏满字教 试是半字教 这个叫做密权 越教讲 越人讲 越人说密权 前面是死定大菩萨 所以说马上叫他去把他抓回来 现在要隐藏起来 不能让他知道是个菩萨 所以法法经里面说 内密菩萨行 外现 是声闻 内心 他是菩萨道的人 行菩萨道的人 外表 视线跟声闻人一样 表现跟声闻人一样 所以法法经里面说 像弗罗诺 他们都是大菩萨实现 所以叫做密权 视线 以菩萨实现声闻 四国诸菩萨 视线做声闻 做声闻原觉 那么这就说明 这个菩萨 现做声闻 那就是密 那么有声闻的身份 去接引他 这叫做钱 这是越人讲 越人讲 越教越人 说明这个密权的道理 又可以有这个话仪 教化众生的仪式方面讲 前面说过 情大事小 就是钱 小不能车辆大法 那就是密 密权二人 这两个人 那就是声闻人 原觉人 并不是正好两个人 大菩萨 视线做声闻 视线做原觉 像这个孟虎家世 就是原觉 彼自佛的根性 那么出在有佛之事 没有另外立原觉圣 所以他的身份 就是并在声闻里面 视线做声闻原觉 这两种人来度他 那么这个所谓密权二人 形色交瘁 既然是个穷人 那你不能表现出那个高贵的样子 必定也是跟他一样 形色交瘁 那么怎么样子 形色交瘁呢 我们留到下次再讲 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 下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以及众生平等慈悲相待理念 慈悲智业于2002年成立了中华护生协会 以倡导救护一切众生 尤其时代环境变迁 放生一定要配合政府所宣导的保护生态环境 以及物种生存条件等各方配套措施 在放生更要护命的宗旨下 护生协会这几年都采用筹建护生园区的方式来拯救生命 以安养勿命的方式来推广来救护生命 目前 护生园区于宜兰共有四处园区 新北有一处园区 于云嘉南地区有十处 高平地区六处 金门设有一处 护生协会在众生平等慈悲相待的理念下 所推广的会晤有 一 独定期举办各类护生救生活动 以教化世人尊重生命 爱护生命 二 任养清寒学童的活动 筹集清寒子弟助学专款项目 以及提供海外僧企业护经费 待国外僧众寻找护取功德主等行动 三 国立外急难救助 以及阴生未生胎儿的免费超度登记 四 协助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2021年节下的防疫共僧包发放等 只要是护持众生 利益众生的善行 都是护生协会所努力的方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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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I'm Hong Huijian. We encourage you to download the Taiwan Social Distancing App to help with COVID prevention. If you've been in contact with a confirmed case, the app will send a notification, warning you to monitor your health. If you are a confirmed case, don't worry. Information uploaded will reveal no personal data. Using the app requires no login. Just turn on your Bluetooth and allow the app to send notifications. If the app shows a running clock on the home page, it is recording your contacts. Users can also check any contact with positive cases. The Taiwan Social Distancing App helps protect yourself and others. COVID prevention starts with you and me. 会修行的小狗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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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好啊,每天可说是形影不离啊。 可不是嘛,主要是慈悲,他也特别通人性,他喜欢我,我也喜欢他。 你说是不是啊,慈悲? 哎呀,他还真的能听懂你的话啊。 慈悲,你可真的很有灵性啊。 来,我这里有好吃的,给你吃。 哎呀,慈悲这是什么表情啊? 你不知道啊,这个慈悲和陈师姐一样学佛吃素,你给他香肠,他当然不会吃了。 啊,我没有听错吧,这只狗竟然吃素,这怎么可能啊? 这有什么不可能的,你知道这可不是一只普通的小狗,它正在潜心修行。 陈师姐,你说它在修行,一只狗怎么会修行呢? 是真的,他不仅修行,而且修得很好。 这辈子他虽然在畜生的,但我相信他下辈子一定会转身三善道继续修行的。 真的会这样吗? 陈师姐说的没错,你知道吗? 慈悲他还会向人讨念珠,然后挂在自己的脖子上走来走去。 那气度,那姿势,看起来就是一只狗法师的。 天哪,真是不可思议。 看来慈悲真是一只了不起的小狗啊。 陈师姐,那你是怎么得到这只狗的呢? 它又是如何变成现在这样的呢? 这还得从几年前说起。 我第一次看到慈悲的时候,它还是一只小狗呢。 哎呀,什么声音? 那个箱子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呢? 里面好像有什么动物,我们过去看一下吧。 哎呀,有一只小狗。 好可爱的小狗啊。 可怜的小家伙,这么小就被遗弃了。 哎呀,这个小家伙的腿有残疾啊。 真是这样啊。 我想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它才会被丢弃吧。 这个小家伙天生残疾,已经就很不幸了,它的主人怎么能够又将它给遗弃掉呢? 可怜的小家伙,如果没有人收留你的话,你可能很难活下去。 是啊,谁会养一只腿有残疾的狗呢? 不过幸好它遇到了我们,我们学佛的人都以慈悲为怀。 小家伙,以后你就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吧。 哎呀,你看这个机灵的小家伙。 我们一说要收留它,它就睁开了眼睛。 这个小家伙还真聪明啊。 嘿嘿,我们将它带到念佛堂里吧。 相信在那里,它会受到大家的关爱,并开心地成长的。 嗯,来念佛堂里的人,都是心怀慈悲的人。 哎呀,它好像对慈悲这个字眼特别敏感哦。 看来我说的没错,慈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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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看来这个小家伙,很喜欢慈悲这个词啊。 不如我们就给它取名叫做慈悲吧。 好啊,小家伙,以后你的名字就叫慈悲了。 就这样,小狗慈悲便被我们带到了念佛堂。 在那里,它开始接触佛法,而且也开始吃素拜佛。 哎呀,真是太神奇了,小狗竟然也知道礼佛拜佛呀。 当然了,你刚来不太清楚,我们的慈悲可是非常有佛性的呢。 它不但知道拜佛,还一直坚守佛门四大戒律呢。 这只狗还能坚守佛门四大戒律,这怎么可能啊? 这有什么不可能的,慈悲从来不杀生,因为它一直吃素,因此并不像别的狗那样喜欢捕猎别的动物。 当然,它也不会去偷东西吃。 说它不杀生,不偷盗我相信,可是不淫欲,不妄语呢? 慈悲从来不离开念佛堂,有时候外面也有母狗经过,但是它却从来不走出去,似乎它愿意一直留在这里和佛作伴,而不妄语就更好理解了。 慈悲从来不乱叫,除非来者不善,心存恶念,否则它会一直摇着尾巴欢迎大家来念佛堂的。 因为它知道来这里的人,都拥有一颗慈悲的心。 慈悲真是了不起啊,很多人都不能认真做好四大戒律,可是它却能做到,真是太了不起了。 好了,慈悲,今天的功课就做到这里好了,我们该出去走走了。 成师姐,慈悲果然还是和你最亲啊,除了你,没有人能带她走出念佛堂。 也许这是我和慈悲的缘分吧,从看到她的第一眼起,我就觉得她就像是我的亲人一样。 而她对我也特别亲近,或许我俩前世有缘吧。 嗯。 慈悲,这里好安静啊。 怎么样,你喜欢这里吗? 我就知道你喜欢安静的地方。 这里偏僻,平时很少有人来。 如果你喜欢的话,那以后我就经常带你来这里。 嗯。 哎呀,我胸口怎么突然痛了起来。 慈悲,别担心,我没事的,休息一会儿应该就会好了。 当时我突发病晕倒在了地上,没想到慈悲竟然飞快地跑回念佛堂,找人来救我。 如果不是大家及时将我送到了医院,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 这么说,是慈悲救了你。 没错,要知道慈悲的腿有残疾,走起路来都一拳一拐,更别提奔跑了。 但是听念佛堂里的人说,那天慈悲跑得好快,就像闪电一样。 当然,她的腿毕竟是有残疾的,在奔跑的过程中,由于失去重心,她跌倒了很多次。 但每次跌倒后,她都会飞快地爬起来,继续奔跑。 慈悲真是有一颗慈悲的心啊。 她为了救你,完全不顾自己身体上的残疾。 是啊,不过慈悲之所以会这样,也是因为陈师姐,你的慈悲心影响了她的心灵。 她在你的教导下,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其实,从慈悲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万物都有灵性的。 你行善,便会影响到周围的人和生灵,和你一样心生善念。 你作恶,也会影响到周围的人和生灵,也心生恶念。 陈师姐,也就是从那以后,慈悲就一直跟在你的身边,形影不离,是吧? 是啊,自从那天起,慈悲好像怕我一个人会出什么意外,所以她就一直跟在我身旁。 我想,她这是想要保护你吧。 慈悲一直守护着程小姐,而程小姐也将她带回家,一起生活。 然而,有一天晚上,程小姐在睡梦中,心脏又出现了异常。 程小姐在床上,痛苦地捂着胸口。 旁边的慈悲紧张地围着她,转来转去,呜呜地叫着。 慈悲,不要紧张,没事的。 只是我的胸口好闷,看来老毛病又犯了,得赶快叫救护车。 她伸手去抓床头的电话,磕手还没碰到电话,就一下子晕倒在床上。 慈悲见后,急忙窜到了程小姐面前,不停地用舌头舔着她的脸,并发出一阵阵急促的叫声,想要把她叫醒。 但是,程小姐却一动也不动,毫无反应。 慈悲显得有些急躁,她用嘴咬住程小姐的衣巾,想要拉她起来。 可是,用尽全力后,却仍没有办法将她拉起来。 慈悲急地在屋子里转来转去。 此时此刻,慈悲意识到了自己无法救醒程小姐,而房门紧闭,她又无法走到屋外寻求帮助。 慈悲不停抓紧门着房门。 打不开啊,这样下去主人会有危险了,我要赶快离开这里寻求帮助。 慈悲在房间里跑来跑去,想要寻找出口。 突然,她一眼看到了窗户,她急忙窜到了窗台上,透过玻璃,她看到外面楼下还有行人路过。 太好了,有人,我可以让他们来帮忙。 慈悲透过玻璃,朝着楼下的行人不停地狂叫着。 然而,楼下的人哪里能听得到这叫声啊。 怎么办,他们根本听不到我的叫声。 这下该如何是好啊,再这样拖下去,主人可就危险了。 看来,只有这个办法了。 主人,你不会有事的,一定会有人来救你的。 接着,慈悲后退了一步,然后猛地加速朝玻璃冲了过去。 慈悲撞碎了窗玻璃,直接从楼上跌落下来。 哎呀,这是怎么回事? 这只狗怎么会突然从窗户摔下来啊? 这不是程小姐家的慈悲吗? 发生什么事了? 它怎么会掉下来呢? 要知道,平时它可是一直跟在程小姐身边,寸步不离啊。 哎呀,不好,不会是程小姐在家里出什么意外了吧? 你先送慈悲去医院,我去她家看看。 由于大家的及时赶到,程小姐又一次化险为夷,而小狗慈悲却失去了自己的生命。 慈悲,谢谢你救了我。 你不要太难过了,慈悲她一心向善,虔诚修行。 她的离去,我想也是因为功德圆满,脱掉一身毛皮,得到往生的缘故。 嗯,祈愿佛菩萨,接引慈悲,往生极乐,继续修行的。 应经功德书胜行,无边圣福皆回向,普愿成立诸众生。 速往无量光佛叉,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赫萨,摩赫般若波罗蜜。 速往无量光佛叉,摩赫般若波罗蜂。 速往无量光佛叉,摩赫般若波罗双,摩赫般若波罗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